現在正是天高浙流行的時刻 加上這幾天不斷漏漏 第三個小特別的蘇甲 學生回來好好時間 進行天高浙的工地選擇課程 也傳了學生做過來 將好好來的規篷 這一趟有可能接觸的地方 來做到環境的經歷 希望可以再次來議講天高浙 年輕聽到老師的感覺 了解林特在天高浙 會造成的北京以及嚴重心 第三個小特別利用蘇甲學生 環好的時間 來進行天高浙的工地選擇課程 希望可以讓學生 要保持環境維新的重要 也要表面比方的頂著 再等一開始以後團戰北京的發生 平常出去雜草比較多的地方 要穿長袖和淺色衣服 然後要定時清理花盆 底下的那個底盤 有積水容器要倒掉 原本不知道這些事情 直到老師說了我才明白 原來登革熱有那麼重要 被蚊子叮 如果有連續發燒或是起疹子的話 那一定要健快就贏 因為現在就是天高熱 流行的期間 加上經過幾日不斷就好 水湯以及其他會進水的地方 就很可能會駛夢塘 因此學校也要台北斷的學生 來實在擋手 做非常後來的環境做整理 讓學生可以安心來學校上課 因為最近已經慢慢要開學了 那近期來剛好我們儲三鎮的周邊縣市 也有登革熱的一個疫情的發生 所以我們除了在強調平常 各班教室各班老師們 都有在強調的一個 衛生的觀念之外 最近特別利用在返校日的時間 我們跟班級的學生特別強調說 我們要清除相關的積水容器 以及把我們相關的環境衛生 做更進一步的清理 避免有積水 避免有避霉紋之聲的可能性 那也希望藉由這些措施 以及家長學生的一個 自動自發的一個行為 讓我們的學生在未來開學以後 能夠有一個更好的一個環境 透過風濟酸度的庫町 讓學生了解天高節的嚴重 以及風濟方法 讓他們自小孩到這邊以後 以及保持環境衛生的觀念 也在當初來共同維持 後來的環境安全